我們現在開始上的叫做直線運動 這邊後面會有很多很多的計算 然後呢我有我上課的方式 有人喜歡背公式 喜歡背公式的就背公式 然後你要會用公式然後把它算出來 我們到時候會講幾個理題 一開始的東西比較簡單 我們要教的叫時間 你問我什麼叫做時間 對不起我不知道什麼叫做時間 我們人只能夠從事物的變化中 感覺時間的流逝 你看到電視電影上演 時間站一大都不動 維持一個狀況都不會改變 就沒有時間 要有變化呢才會是有時間 透過事物的變化 我們察覺了時間的存在 那同時我們也是根據一些變化來測量時間 我們要有規律的變化 有周而復始的現象 我們就可以用來測量時間 我們就可以用來測量時間 重點是要有規律變化 有沒有周而復始 有的時候不重要 我們說古俠阿小道通說 給你一柱箱的時間 點一柱箱燒完就沒有了 那個沒有辦法周而復始 但是那個可以測量的時間 但是如果它可以周而復始 我們就可以反覆的運用 反覆的運用 日軌阿 月向盈規阿都是 沙漏只能漏一次 它才翻過來才能夠測第二次 所以基本上沒有周而復始 所以重點是在規律的變化 重點是在規律的變化 最好可以周而復始 那我們可以反覆的運用 我們就讓它來測量我們的時間 那麼我們在第一課的時候 會帶一下交道這件事情 就是太陽日 太陽連續兩次 羊角最大 又升到最高 我們在第一課用天文學 告知叫做太陽通過植物線 那時候以後再說 這樣叫做連續兩次的羊角最大 就是中午的時候 那個叫做一個太陽日 連續兩次日出也可以 所以連續兩次日落也可以 但是天文上取最高點 因為不會被擋到 不會被擋到 所以呢 叫做一個太陽日 但是太陽日並沒有一樣長 為什麼 第一課的時候告訴你 為什麼太陽日沒有一樣長 那我們取平均值叫做 平均太陽日 這就是我們現在過日子用的時間 平均太陽日 然後你知道 它會分做二日一小時分 六十分一分鐘分六十秒 就是我們現在 生活中會用到的 一個太陽日 一天一個平均太陽日 二人四小時 然後呢 一千四百四十分鐘 八六四零零秒 這就是我們平常會用到的時間單位 一些細節內容 我們在異科的時候會跟各位說 目前國際標準 SI單位的時間是用秒 它是用色原子中的震盪出來的 你知道就可以了 不需要背 大家要怎樣怎樣 才叫做一秒 不用管它 不管它 那下一題是一些參考書 測驗圈會問的問題 現在最準確的測量工具 就是原子中 色原子中 是現在最準確的測量時間的工具 現在最準確的時間工具 就是色原子中 所以就記一下就可以了